你們兩位有聽過 我去看房子而已喔 我還要付訂金耶 我看而已喔 我看啊 我要先看我喜不喜歡 還有這種事情嗎 有 在高雄 你看房子 你要付25萬 蛤 看 我已經看而已耶 訂金 那我不要可以還吧 可以啦 可以 為什麼要有一個訂金 他其實每一個人的銷售手法不一樣 他在做資格審核 對 看你到底有沒有意願 來看這樣的房子 而且你要付25萬才能看公社 不然只能在大廳看一看 等於說是我確定要買 是這房子 你至少有可能會買 誠意要去拿出來是不是 大家看有沒有能力 簡單說我舉個例子 你們就懂了 就跟愛馬仕配包包一樣道理 要先配貨的 你要有可以拿出25萬 才確定你可以來看房子 因為我們家很特別 是我一開始 因為我一開始 剛準備搬進去家裡的時候 發現我們家有很多電話 電話機 本人電話機 家裡很多電話機 就是我上一個屋主 我以為是我上一個屋主 想說奇怪 為什麼家裡要這麼多電話 什麼年代了誰 家裡還有電話 這照片呢 而且還這麼多台 每一個位置都有電話 那是對講機吧 對講機 我一開始不知道 我還全部把它拆掉 全部 全部拆掉 全部 因為我心想說 我沒有要裝電話 留著那幹什麼呢 我全部拆掉 直到有一次 我要出門的時候 管理員忍不住 把我叫下來說 李先生 我們每一次都找不到你 我說怎麼了 他說 我們打電話都沒有人接 我說 我手機又沒有響過 我說 不是 是我們那個啊 家裡有個內線 我說 蛤 他說 家裡有個內線 就是一個對講機 是我們要跟你聯絡 交代事情 或我交代 這已經不是掛在牆上了嗎 對 就像美國那樣掛在牆上 可是不是一隻就好了嗎 因為家裡太大了吧 太大 我們有五個房間 所以至少有五隻 然後客廳 客廳 餐廳 廚房 浴室 所以才Everywhere有電話 你會有一百個問號 想說 這人家裡為什麼這麼多電話 然後後來我就是 趕快再把它裝回來 我只裝了一隻 我只裝了一隻 我只裝一隻 我只裝客廳的那一隻 對對對 要讓他可以找到我 然後有一次就是 終於我要叫外送 然後我們家那邊的外送 就是附近有那種就是餐廳 他可以幫你送來 是他們告訴我 就喔 那就叫 他們告訴我 表示這家餐廳是不是管理員 他們已經審核過的 是他們告訴我的 對 他們就說有幾家可以叫 我說喔 好 優良 請人就叫這幾家 我說好 我剛搬去 就叫這幾家 那我就心想說 那叫這幾家 是他們審核過的 表示是他們 已經通過他們 不用再有這些 嚴格的考驗了 一樣電話先來說 李先生你叫外送來囉 然後方便讓他送上去 我說喔 好啊 送上來這樣子 他說喔 好 那大概過三分鐘 他們會送到樓下 我說喔 好 因為要 他們要這樣上來嘛 對 後來再過三到五分鐘 就是來按門鈴了 然後我打開來 我們管理員是 我沒有誇張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壓著那個餐廳的人上來 他盯著他 從下面做電梯 盯著他在旁邊 一樣騎勾勾勾盯著他 上來 然後盯著他上樓 就是我打開門 他們分別就是 比如說你是我 打開門 在外送人在這裡 然後我們的管理員 在旁邊這樣子 他在保鏢耶 那我心想說 這個不是你們審核的嗎 是你們叫我叫他的 表示你們已經很熟了 你怎麼還這麼 一般正常 我們心裡想說 對吧 對 你就上去吧 你去吧去吧 為了這個我媽也有生氣 因為我媽每次來 都被他們攔下來 每一次 那為什麼 還要通報 李先生你媽媽來找你 然後你覺得說 就讓他過了 然後就再通報 正常 不是正常 你們想像中 比如說 爸爸媽媽不就會是覺得說 我他爸耶 我他媽耶 為什麼我還要通報 沒有 通報 什麼都要通報 其實這滿好的 我說實在 對啦 比較嚴謹 對 我可以稍微圓滑一點 可能是先讓長輩先進去 然後我後面馬上通報 對 我覺得這個 有後來我有說 可以轉一下 對 就是後來 我有請他們一定要這樣做 不要再攔爸爸媽媽 因為爸爸媽媽玻璃心 他們會往心裡去 是 主才 我們有沒有就是 戒備真的超森嚴的那種豪宅 你聽過的 其實非常多戒備森嚴的豪宅 就是你到門口 人家會說幹嘛 哪裡來的 找誰 這麼兇啊 有一些會很兇 那有一些不會兇 就是他會很冷 很有距離 像我完全可以理解 明川老師剛剛分享的那個案例 因為他為什麼要盯著你 他怕你跑到別人家去 對 假裝要去這家 會有差的 你如果按鈴打擾人家 那他們物業就被K爆了 對 哦 而且他要確定你按的是 對的 那個門 對 對 因為我們的 社區停車位 在我們的最頂 就是社區的最頂 那 你在中間 他們就會經過我家 就會迷路 就是迷路 我們的管理員是上下都有 所以他們會從監視器 發現我的客人迷路 會馬上旋擊 騎摩托車衝下來 帶他們說 我帶你走 我帶你走 就是 就是引導他們 因為每一個來我家的藝人都說 哇 你們家管理員做得太好了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 管理真的很重要 因為 其實我也搬過很多次家 遇到很多不同的管理員 所以 我覺得 真的管理很重要 可是你們有 你們倆有聽過 我去看房子而已 我還要付訂金 看房子 我是沒有遇過 看而已 我看而已 我看 我要先看我喜不喜歡 還有這種事情嗎 有 在高雄 你看房子 我要付25萬 啊 25 我已經看而已 訂金 那我不要可以還吧 可以 可以 為什麼要有一個訂金 其實每一個人的銷售手法不一樣 他在做資格審核 對 看你到底有沒有意願 來看這樣的房子 而且你要付25萬才能看公社 不然只能在大廳看一看 等於說是我確定要買了 你至少有可能會買 誠意要去拿出來 是不是 大家看有沒有能力 簡單說 舉個例子你們就懂了 就跟愛馬仕配包包一樣道理 要先配貨的 你要有可以拿出25萬 才確定你可以來看房子 一個資格 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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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能力可以去買這個房子的意思 對 很多頂級豪宅 你要進去看他還要 名片先地上 然後公司寶號先了解一下 甚至有些更嚴格的是 如果董事長自己住在裡面的 如果遇到他不喜歡的人 他可能還不會讓你去看 我反而買房 我還要放一支袋 對 也不是啦 就是豪宅他也是希望這個 這個小區 這個區是也多一點名人嘛 也可以增加這個 或是這個環境單純一點 大家可以名氣 對 嗨 大家好 我是舞動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熊 是歐巴桑 歐美鳳 我是蔡康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S 我們是浩角湘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亞倫 祝福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你現在要祝福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3D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3D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3D新聞網 十周歲生日快樂 祝福每一個人都能演唱一道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